今集有東西玩嗎? 超級瑪利移動廚房? 新遊戲來的 是不是SuperCook進化版? 我也想有東西玩 其實是我上次聽到你提過一位很出名的零號病人 所以就想今集說回故事給你聽 上一集我有提過的? 哦,你想說傷害瑪利嗎? 沒錯,多難得傳染病史知識 終於有一點點和我搭得上嘴 所以今集就說它吧 Hello,大家好 歡迎收看澳門科學館YouTube Channel的認識傳染病 今天就讓我帶大家認識一下傷害 傷害這個病,等我講吧 傷害是由傷害三門氏菌、石蜜蜜、胎肥所引起的 主要是經過訓口途徑傳播 患者的大小異面排出體外 直接或間接污染到食物或水源 接觸袋這些被試污染的食物的人 就會受感染的 嗯,正所謂和從口入 看來這個病是不小心吃到糞便回來的 不過我想問一下 如果感染了傷害 是否像腸胃炎一樣 有吐有吐的呢? 如果懂得吐吐 將細菌的毒素排出來體外 這樣也更好一點 通常輕症的傷害患者 他們就會嘔吐的 但是多數的傷害患者 他們的病症都是會發燒頭痛 和牛心肚痛吃肉骨症便秘紅疹皮帶乾敗 的情況 還有沒有 嚴重的呢 還會有長春血和長春症的病發症 原來不小心吃到糞便的話 會長春肚難這麼嚴重的 不過我們今天介紹的這位主角 是完全不害怕的 因為他是一位無症狀的大困者 而且他所到之處都會發發傷害 無症狀的患者 他們的大小異變排出體外 都是會有細菌伴隨的 所以要避免這個病 就要記得洗手 治療一般都是用抗生素的 但是傷害馬利這個故事 其實我也知道 它就是會令到周圍的人 都會染到傷害病 所以才叫它做傷害馬利 而且我還知道 當時醫院用了很多種不同的藥 都治不好它的病 但是我想說抗士 又怎會這麼簡單呢 今天就讓我帶大家 用一個不同的角度 去認識一下這位可憐的馬利 他已經是無敵了 那來可憐 那你就要聽一下吧 馬利馬倫 他是一位出生於愛爾蘭的小女兒 由於家裡很窮 沒有錢上學讀書 所以在他十五歲的時候 就去到美國那裡打主家工了 也就是做有錢人家的工人姐姐 好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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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唉 他做了很多年工人姐姐 有一天 他遇到一位跟他同樣背景的朋友 突然答案得很漂亮 嘩 你很漂亮啊 我幫我的老闆烹飪 他就給了很高的薪金 你的烹飪很好 你也轉工吧 蛤 行不行啊 OK OK 嗯 好吧 我試一下吧 Let's go 嗯 using 于是 30歲的Mary 就會轉職做廚師 在七年時間一 finite 她分別服務過七個不同家庭 不过 怎么突然间觉得这么急事 但是我正在煮食 但是我又忍不住了 忍不住了 好了 等我安完屎先后 先煮食和老板吧 不管了 每一个他服务过的家庭 都有人患病 在这七年来 总共有22个人感染到伤寒 而且还有一个小孩病死了 舒服了 在1906年的夏天 银行家Charles Henry Warren 他打算远离烦闹 舒舒服服地度个假 于是乎带着一家大小 一起去到Long Island的Oster Bay 他还请了Mary来做厨师 Oh Mary 你煮的饭真是delicious 还好有风味 How you do then Thank you 没多久之后 Charles老板全家 连所有的工人一共11人 居然有一半都病了 而且Charles的妻女还病得很严重 啊 上海这些穷人病 怎么会在Oster Bay出现呢 还搞到我家屋 这么多人病 一定很影响房价 分分钟没人租这里 到时 那家屋 会变成空 No way No way 要想办法才行 Hello George 我想你帮我查一下我的度假屋 为什么会这么多人病了 我觉得这件事 不是这么简单 好的好的 Mr.Charles Charles后来请了George Sober 你要做调查 George查过很多的可能性 包括食水啦 海鲜啦 但都被证明不是源头来的 最后 他将怀疑的目光 放在Mary好受欢迎的甜品 仙徒半酸糕那里 他开始调查Mary 结果就被George查到Mary 在1900年到1907年之间 令到很多人染病的战绩 还在1907年的3月 找到Mary本人 当时 他已经在新故主 Walter Bowen家里 做厨师了 你好 Mary小姐 因为My Boss Mr.Charles 请我来调查 他家人染病的源头 我怀疑Mary小姐 你有病 所以 我想请你 拿点屎 和血的样本 去做test What? Impossible 不可能的 我都没有病 你们才有病 还要好玩吗 玩我的事 你都傻的 你走啊 走啊 走啊 走人啊 走啊 走啊 伤人伤人 被攻击的George 在没办法之下 唯有离开了 但是 George并没有因为感而放弃 他再一次地找到Mary 希望可以说服他 做检查 伤人 你又来 你走啊 走啊 走啊 伤人 你为什么还来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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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乎 George就把这件事上报给纽约市的卫生局听 当局也同意George的说法 结果 就派出了卫生局的官员 一辆救护车 五个警察 一起来到去拘捕Mary了 Mary 现在不是事必要你饿 但你饿出来的事 就会作为呈堂证供 哪是呀 我没有病呀 我没有病呀 你们不可以拉我 放开我 走啊走啊 放开我呀 在医院 Mary的分辨样本 真的验出了有伤寒病菌 于是 Mary就被安置在North Brother Island的Riverside Hospital 也就是北兴帝岛的河滨医院 在一家小屋被强制隔离 为啥 我明明都没有病 为啥要找着我 不用呀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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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